意外的消息 台北县万里和二长海边 昨天发生了一起溺水的意外 周末左右呢 有一队五十多岁的兄弟 他们到海边去玩水 两个人下海之后呢 一直到了三点钟都没有上岸来 那么海巡队初期出动了 橡皮艇跟直升机来搜救 在四点钟寻获了其中一名男子 但另外一个却是下落不明 当时头旁疑似发现失踪的周姓兄弟 家属急得跳脚 还是仍愿赶紧下海敞看 果然发现一名上身赤裸的男子 大伙赶紧将他抬上岸 先生啊 夫人看到先生口吐白沫 情绪失控 放声大哭 你敢惹啦 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被送往医院急救 这起溺水意外发生在台北县万里合二厂的海边 被巡获的五十八岁周姓男子与哥哥老婆 中午到这里细水一直到三点多两个人都没上岸 这时夫人才赶紧报警 一开始的时候还有看到他们在岸边细水 然后之后就不见踪影了 那目前我们已经出动两台水上摩托车机 两台橡皮警在搜索 新商消防局还出动直升机搜寻 四点左右寻获走姓男子 不过他的哥哥仍下落不明 海巡队还在持续搜救当中 周姓台北综合报道